习近平说 我们要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是什么 四个自信就是告诉你 我出币 我骄傲 但是很多人 特别是那些自媒体的人 他不觉得 他说你看 你看 你这个抠脚 抠脚不好看 不要抠脚 但是他忘记了 他没理解 领导 习近平觉得他抠脚挺好 我就是要抠脚 这是我的中国特色 我坚持抠脚 而且我要自信的抠脚 但是这自媒体觉得在公众场合抠脚真不好 给你个主意 你搭个棚子 你坐到棚子里面抠脚 大家看不见 这习近平一听不高兴了 你什么意思 你意思就是我抠脚不好了 不对 我抠脚很好 你们都不抠脚 我抠脚 我有自信 为什么很多自媒体一疯就蒙了 大家都在猜 猜怎么回事 是领导觉得你不行了 你不是我的人了 我已经不认你了 这件事情啊 跟中共的统治方式有关系 他就非常坚定的认为 我抠不抠脚 不会影响我的政权 我就爱抠脚 我就觉得抠脚挺好 不用吧 别动吧 他就只已经拒脚了 就是你帮个棚子 对抹脚就继续了 我这种统治方式写着 你这么说